宋楚瑜今天举办了国际记者会公开宣布说 到时候他当选总统之后呢 要指派副主席张朝雄担任特使到中国去表达善意 另外呢之前称赞过说宋楚瑜行政能力很强的 李登辉前总统今天在各大报纸公开力挺蔡英文 对此呢宋楚瑜反抢 他说呢李登辉并没有替蔡英文的能力背书 而他本人宋楚瑜他是真正有经验的人 出席国际媒体记者会宋楚瑜全程用中文发言 原来是不想发声马总统之前接受外媒专访时 频频遭到误解的窘境 先用中文答复啊 因为我非常清楚的了解 作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避免有任何这个语义上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差异 暗辉马总统之余宋楚瑜也不忘 跟外国媒体阐述自己的政策 他说当选后会指派副主席张昭雄担任特使 到中国等国家表达善意 张昭雄先生来代表宋楚瑜 以亲民党副主席的身份 在二月底之前到中国大陆和美国 日本新加坡以及欧盟 来表达我们和平的善意 布画施政蓝图宋楚也跟中国执政当局喊话 两岸的关系绝对不是只是国共关系 两岸的关系就是我们两岸共同来磋商 重新在我们所谓九二共识的前提之下 要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 发表自己对两岸关系的见解 宋楚也不断强调他有很好的行政能力 不过当时称赞他最有经验的李前总统 却在各大报刊登广告力挺蔡英文 会不会冲击局云选情 宋楚瑜自有一套看法 李登辉先生到今天用他的亲笔性来所支持的 没有去endorse 没有去说蔡英文主席是有经验的 今天台湾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小问题 是大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有这个经验吗 所以再一次讲 是靠经验去找事情 不是靠招牌找事情 那个招牌常常是会出问题的 选战倒数计时 宋楚瑜侃侃俄谈相关证件 争取支持 明知新闻王沛文蔡荣仁台北报导